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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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旗換些廚房小家電 挺實用的 不過阿根家裡也沒辦法放置 算了吧 怎麼沒有職員? 你是不是要這支沐浴露? 謝謝 不用, 男人是不應該讓女人流汗的 先抹汗吧 你還有二十個印花 不用了, 謝謝 先生, 你不要印花嗎? 我不要了, 你拿去吧 我之前還有幾個, 還給你吧 那你給我, 你不用換東西嗎? 換你一笑就夠了 你真會開玩笑 怎麼稱呼你?我姓李 小姓何 好 怎麼樣?你又買到大袋、小袋 是養生壺 養生壺? 是呀 是不是那些十五壺、雞壺的朋友 是, 養生壺拿來熬湯 熬糖水、花茶、什麼都行 雞壺, 你最近這麼好興致 買這麼多小家電回來 雞壺, 你真富貴 不用了, 全部印花換回來 太太, 你有三十個印花 你有這麼多印花 可以換到免費小家電 免費? 換個氣炸鍋也好 今晚我就用養生壺 燉冰糖木瓜雪耳給你們溶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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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謝謝 謝謝 我剛才去廁所想換廁紙 一打開一個櫃子, 廁紙就沒有了 只剩下這些東西 氣炸鍋、電精爐 我想問究竟誰買了這些東西回來 塞破了廁所? 是我 這些東西是否應該放在你自己的房間 或者放在廚房? 廚房沒空間 是嗎?安仔的房間這麼小 沒有地方等 你明知道地方不夠 你就不要買這麼多東西回來 安仔的房間真的很小 我睡不習慣 其實我想跟你說很久了 我想調房 去哪裡找房間跟你調 什麼沒有? 阿水和阿森元都不在這裡住 她的房間夠大, 夠我擺東西 是呀 別擔心了, 阿姨 平時工業, 她出旅行的時候 我會搬回來睡的, 還有 三秒會回來的 沒錯 他們兩個房間無論如何都不能移動 你這個男人 你用什麼住這麼大房間? 我和你換房間吧 你是不是發燒了病 病就住病房 那你叫我的東西等到哪裡呢? 有 叔叔的房間封涼水冷, 很好 大妹, 怎麼會燒到我這塊呢? 我真的不住她的蟑螂鬥 阿田, 雖然我很想跟你吵架 不過你既然不想天師撿位 我也以不容情 我已經留不住我老公了 現在連小家電也留不住 爸爸, 你也是 窗地在加拿大那裡住大房子 現在住了我們家房子 已經很屈, 很迫業了 我們家房子又不是沒有位置 你就找位置買小家電吧 這樣吧, 我的床底還有一點空位 你把小家電都塞進去吧 誰呀? 誰呀? 脆眼淚, 晨曉曉曉曉曉曉 你幹什麼呢? 你今天這麼遲起來 我趕著化妝和整頭髮 等等…你要化妝和整頭髮 你就回到自己的房子或去廁所 你跑來我的房子幹什麼呢? 我的化妝品和直髮夾 放在你的抽筒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我只說借床底給你放東西 你怎麼連我的櫃桶都把錢賣 我放在這裡很久 你也不知道 證明你沒有用這個櫃桶 既然你不用了 不是借給我等東西嗎? 好了…別說太多了 你快點走 我還要睡一會兒, 走… 我用完會再拿回… 走吧 怎麼搞的? 這是什麼? 這麼多五岩六四的衣服 不用擔心, 當然是取眼子 她霸佔了一個櫃桶不得已 還連我的衣櫃也霸佔了一半 你… 你不穿 什麼事… 你問也不問, 還連衣櫃也霸佔了 安仔的衣櫃根本質不入 我看你衣櫃有地方放東西 我已經做了真空處理 不妨礙你很多訂的 那你的手袋和鞋子 我又會天井, 你可以放在那裡 不妨礙我吧 不行, 我的手袋和鞋子 全是限量品 怎麼可以放在天井, 日曬雨淋 你… 我走遍整間房子了 是你這房子的陽光 真是四季都不好 我的東西放在那裡 又可以防潮濕, 不怕發霉 你就不幫不發霉了 總是弄著弄著 為什麼要整間房子都被你霸佔了? 我警告你 你馬上把所有東西搬走 我幫你 間間迷你倉的位置這麼遠 地點好一點又貴 也沒有間鞋子 我想去洗手間, 你們等等我 行了… 剛才說奧本三天兩夜的工作 你再考慮一下 是 我不是不想去 而是這個星期六 我們大廈開業主大會 這次這個大會 是在酒樓訂了幾位的 是公家結帳的 如果我不在這裡看著 那些傢伙是胡亂叫的 叫什麼龍蝦衣麵打包拿走 這種事, 那你就糟糕了 阿金 娶姐,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我剛才買菜經過 走得很累就進來坐一下 我聽到你們說什麼大四喜出秀 是 那你又擔心業主會沒有人理 不如我代你去吧 你代我去大四喜出秀嗎? 不是, 我代你出職業主會 你…你代我… 我四前爛打吹伯母 不是浪得虛名的 誰跟我吵架得誰死 我一定會幫你看著他們 有沒有亂叫外賣 那倒是, 以他的個性 他真的可以對付那些 像陳仙丹那樣的劇人業主 那就行了 近叔, 你可以安心澳門 找真銀 也好… 我不是進錯房間嗎? 為什麼那間房間變成這樣? 回來了 我想問你, 為什麼那間房間變成這樣? 這麼明顯你看不到 之前你說搬房麻煩 我就趁你出旅程幫你搬了 那你那些東西搬到哪裡可以? 安仔房間 難怪你這麼好心帶我去業主會 原來你處心積累 你替我調轉了房間? 是你騙我在先的 你說你的房間很多東西 我幫你搬到安仔房間 我根本是很少東西 有什麼問題呢? 你也沒問過我才替我調轉房間 你有沒有尊重過我? 我不先斬後袖 你怎麼會答應換房間? 這房間是我的 我說不換就不換 你馬上替我換房間? 可以, 這個分體式冷氣機 如果拆下來就要搭棚 那… 還有, 你那裡有幾塊磚磚爛了 我替你換過它, 你還給我錢 你才做的東西 還要問我還給你錢? 你不給錢, 馬上離開我的房間 我要換衣服 不要…千萬不要 你用錢, 我把你帶給我 弟弟, 為什麼你在這裡? 我偷聽你跟我說話 想不到哥哥 崔伯母會被傳相你看 哥哥… 哥哥, 你真是很猶豫 不過不知道嫂子知道了 會怎麼想呢? 你不要亂說話 我什麼都看不到 這件事 要怪就是要怪你自己引狼入室 知道嗎? 我現在就自己丟心丟廢了 你不要再笑我了, 好不好? 幫忙想辦法 想想這些事就多過人, 多過老 看來我們要開個家庭會議 真棒, 崔伯母 居然可以在爸爸的手上霸佔房間 其實崔伯母沒有霸佔哥哥的肉體 已經算很幸運了 別在你開玩笑 我叫大家來就是幫我想辦法 看如何在他手上拿回房間 其實很簡單 用錢就可以把一切還原 但是我知道你不用這麼做 一切都是他自把自為 為什麼我要幫他結帳? 我是不會做這種事實的事 崔伯母趁你不在的時候 替你調房間 那你就又趁他不在的時候 替他調房間 你還沒試過嗎? 真是旅行去韓國好玩吧? 日本好像哥哥吧? 不是… 泰國也好 不是… 石老 崔伯母對旅行好像完全沒興趣 怎麼會這樣? 不要緊,時間剛剛好,還有下一步 先看看這件事 你又特輯 我都很久沒去日本了 那就對了 趁現在有空去旅行生日心 如果你不夠錢的話 哥哥還可以贊助你 哥哥,你有沒有說明你贊助多少 總之吹伯母趕去旅行就行了 沒有,我看你經常替我們煮飯 這麼辛苦又值得想 所以就打算贊助你去旅行玩吧 是呀… 你會這麼好死? 你以為我會中計嗎? 你想洗開我,我換回房間 我現在哪裡都不去 我下半世就留在你的房間裡 真的沒有他的負負 其實要搬回房間裡不用幾天 一洗三五七個小時就完成了 他最近不知道在做什麼 去街上還是稍後想一聲就回頭了 而且麻將也不打 分明是有戒心 要是這樣,趁親伯母出門的時候 我就想辦法前面她也不能回來就行了 這個辦法好 那真的好嗎? 好… 好,快三點了 每天三點,吹伯母都會去超市買菜 我去買菜了 好… 爸爸 二妹,吹伯母已經出門了 去買菜了 收到 我和阿蘇已經在街上準備好 待會會纏著吹伯母,讓她不能回來 你快點用手搬東西吧 怎麼了? 爸爸,別動了 怎麼搞的? 咕咕說畫了密碼鎖? 紅樹根,我早就猜到了 你想趁我離開房間裡 把房間放回房間嗎? 你死心了,你都沒有密碼 你怎麼能進去? 爸爸,撞眼她 不如這樣 來… 你別想用暴力來撞門 我已經把你的惡行拍下了 尚傳混端 到時候我會報警 說你擅闖民房 這房間是我的 還有,你待會兒別找人纏著我 你無論如何都不會得請 妹妹,誰會想到我的計劃? 我早就遇到他們的計劃不成功 是你送紅藥水和叔叔那兩條笨蛋 你幫爸爸想辦法,好不好? 辦法當然有 不過…要犧牲你 看完大結局都差不多三點了 是想睡覺 好 桃雪根,你怎麼進來的? 不用偷看我這麼密碼 你幹什麼?你出去… 這裡是我的房間,你出去 一點反應都沒有,撞龍 難道有夢遊? 好,我也沒聽過她有夢遊 一定是假裝想趕我走 你會假裝,我不會 這麼臭? 賣我身就對了 我這麼臭,你不死? 哥哥 怎麼在這裡狂吃番薯和蒜頭? 我要跟人家死過 穿件衣服給我用 哪件? 最久沒洗,最臭的那件 不如這件吧 這件我穿了三個月 還在想要不要好嗎? 別管,這件就別管 吃我了 劍衣服,臭你不死不要緊 我今晚吃了這麼多蒜頭 凍番薯 我看你能不能受得住 好又臭,你屁又臭 蓋住你,有你的臭味不要滲出來 看來不出殺手架也對付不了她 你可否… 紅薯筋,你…你做什麼? 你… 紅薯筋,你…你厲害 好猛猛 想不到我爬爬爬回房間 可以去到這麼盡 不過我熬眼睡覺,你看 可惜哥哥未到全裸的狀態 崔岳已經嚇得飆了出來 不知道這條死驗是誰想的 什麼? 大妹真是不可以得罪 老婆 我也是必不得已才跟另外一個女人 躺在一張床 你尊天之靈,千萬不要怪我 如果你要怪,就怪大妹 這條路是她教我的 這件事並不是這樣的 大妹,你什麼時候來了? 由你在媽媽面前捉我背後開始 枉我這麼幫你,你竟然做燕仔 我以為家裡沒有人 爸爸,其實我們也在這裡 是呀,這裡全部都回來了? 是呀,打算關心你 看看崔岳父有沒有回到你的房間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昨晚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 你用心思考,崔岳父 她哪會這麼順滑才行 崔岳父可能想好後著對付你,爸爸 是呀,因為她放在我房間的東西 還沒搬走 她的私人物品一天在你房間 一天都有變數 我現在不怕她了 我最多在她面前脫掉 我就不相信她能頂住 嫂子,你聽到嗎? 你聽到嗎?沒什麼事 哥哥,你知道脫上癮是不是? 那邊走路看 什麼路?我都沒有路 還沒脫掉底褲 她已經嚇到雞腿腳跑掉了 知道嗎? 但是長矢下去,隨便隨便 總有一天連內褲都要脫掉 那你用什麼辦法可以? 應該唯有見步行步 我回來了 淑安姐 阿根,我現在進你房間 搬花點東西去安仔房間 是嗎? 那個密碼鎖你不適合 你就拆掉吧 好,拆掉吧 阿根,你怎麼搬花點東西去安仔房間 你怎麼搬花點東西去安仔房間 爸爸,看來你真的搶花點房間 是嗎? 是嗎?沒想到你一脫掉褲子 阿根就流汗了 這個真是死纏難打的 娶你不將? 回來了… 阿根 怎麼樣… 阿根有沒有搶回你的房間? 沒有?沒有 那麼順滩? 他真的搬回安仔房間睡覺 還整天房門都不出去 這種環境,爸爸,你小心點 通常寶寶宇前夕都特別平靜 我告訴他,總之我房間是不會讓給他的 時間到了,叫他出來吃飯 跳吧 好,時間到八點到電視劇了 是… 我也想看 阿川姐 阿根,電視劇在客廳,你進房間做什麼 我用手機看,在房間接收比較好 好 為什麼聽到電視劇有這麼大的畫面 他不看,他要看這麼小的手機畫面 是呀,他平時除了睡覺 他也不想留在房間裡 現在突然間對房間那麼癡情 對呀 有古怪嗎?進去看看 不會得崔阿姨肯心甘情願回安仔房間睡覺 你說他在看什麼? 真是大隻 我犯法也不管,原來也這麼大隻 小子 整間屋都安仔的房間對著對面洞樓 除了阿姨要照顧小子 怪不得也不想換房間 小姐, 有沒有自備環保袋? 糟了, 我趕著出來忘記了大天 那需要加一元去買膠袋嗎? 那豈不是很不環保? 我有多個環保袋, 我給你 你不是何先生? 是我, 你小姐 那謝謝你 對, 我遲些洗乾淨, 還給你 不急了, 我剛搬到這裡附近住 以後有機會碰到你 希望娶阿姨 繼續迷戀對面的小子 還要小子千萬不要搬屋 以後就有好睡覺了 劏房的業主是不能隨便趕走租客的 因為根據劏房規管租任 租客是可以享有四年的租住權保障 就算沒有簽約 口頭達成的規管租任 也會受到保障 有移民就想猜想物業、股價處網頁 了解一下吧 今天就及時快樂 不及人人, 還能夠 不是, 你走 快樂 不及子, 不及子 可以在家裏 剛好 就不及子 可以吃 不及子, 不及子 就不及子 不能, 不及子 你不及子 在你